Hello,大家好 我是Bella老师 真的是好久好久不见了 今天为大家上一道 姜黄生姜牛奶 材料需要 牛奶一杯 姜黄生姜茶包一杯 加上1又4分之1小时的白砂糖 首先,我们将一杯牛奶 倒入一个小箍子中加热 要时常搅拌 不要让牛奶在底部烧焦了 煮到小滚便可关火 这茶是一个医生建议喝的 姜黄和生姜都是非常暖胃 对身体很好的食材 将茶包放入热牛奶中 浸泡两分钟 再加入白砂糖 就是完成的姜黄生姜牛奶 冰过后也别有一番风味哦 我个人非常喜欢Alexander农场的 生姜姜黄牛奶 但是这牛奶的价格昂贵 所以我们用不到十分之一的价格 就做出味道差不多的姜黄生姜牛奶 味道还有点像小时候 营养早餐的果汁牛奶呢 不过这配方用的食材 可听人健康多啦 谢谢大家的观赏 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Bella五星级厨房的支持与爱护 Bella老师在这里 祝大家合家愉快 也不要忘了按赞和订阅哦